大陆民众走进山东泰安高铁车站 却发现想要找张椅子休息一下 怎么变得这么困难 因为整间后车大厅 百分之九十几都变成了电动按摩座椅 坐下来就会有语音提醒你要付钱 不只是山东 湖南车站里的后车大厅 也被按摩座椅大量占据 有乘客就抱怨 这根本是强迫收费 至于车站到底赚了多少钱 在火车站或者飞机场这样的公共场所 摆放大量的按摩椅 表面上看似乎是给消费者 多了一些可供选择的方向 是在做加法 但实际上很多消费者真正的心理感受 往往是减法 不止如此 大陆媒体还发现 结构复杂的按摩座椅 没有得到足够的维修保养 结果不但日前有女子的头发被绞尽以背 动弹不得 更多时候还变成脏乱的温床 今年6月在广州南站也有旅客反应 使用了后车室的共享按摩椅之后全身发痒 随后发现按摩椅上几只虫子是肉眼可见 根据大陆媒体调查 意外频传是因为提供设备的公司 跟车站之间全责不分 加上多数的旅客 其实根本不愿意付钱 所以也没有钱能够找人打扫 最终就让这种以众人共享为名的设备 变成众人嫌弃 电视纯文 朱光宏 庄志伟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